女孩养了条小狗狗 原本想的是靠着这狗 以后能吃香的喝辣的 结果等狗16岁变成人后 居然把他扑倒了 主人对我这么好 我当然要偿还这份温情了 可惜此时的阿丽夏没开上帝视角 他还在卖力地照顾狗狗 等着按照小说剧情 狗狗男主家的骑士来接他 但他天天带着男主出来溜 却怎么都不见骑士来搭讪 其实人家早就盯上他了 只是他们发现阿丽夏太牛皮了 原来男主在家就是条恶狼 完全无法被驯服 见天地咬人咬东西 怎料在女孩手里温顺的一批 于是他们请来了大管家 您的狗狗还真是可爱呢 不过和我丢的那只狠像 我可以跟您确认一下吗 管家一字抱家门 阿丽夏就认出了他 心里暗喜终于是来人了 而管家为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 拿出了男主小时候的照片 您看 简直一模一样对吗 这就是我家的狗了 阿丽夏明白 他人生的转折点来了 连坐中 这些人会在街头男主时 为了隐藏其真实身份 把他给打了 这么想着 他冷哼一声 就算你有照片也不能正视你的话吧 我一直辛苦照顾着哈皮 你该不会是想带走他吧 等待答复时 他紧张地咽了狗吐沫 事实上他还有第二条路可走 就看有没有机会了 这时管家发话了 他说想顾阿丽夏照顾狗狗 他们会给出一天一百亿的工资 这样他既不用离开狗狗 又有钱可以赚 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个提议郑重女孩下怀 他赌对了 其实在原著中 接男主时管家有三个选择 要么杀了他和村里的人 要么放了他和村里的人 还有就是连他一起带走 现在看来他和村民的命都保住了 很快 阿丽夏坐车来到了大公主 眼前的大房子让他差点惊掉下了 而邀请他进府之前 管家再次跟他确定 车上我说秘密 小姐您还记得吗 一个人类少女 住进了全是狼狗的房子里 并且他怀里抱着他 还是狼家族未来下一任的接班人 狼管家提醒他 既然住了进来 那他们家族的秘密必须守住 不然被称为帝国英雄的大公家 居然全都不是人 那整个帝国都要乱套了 阿丽夏笑着回答没问题 穿梳而来的他 这秘密对他来说就是基础设定 他只想能沾着男主的光 吃喝不愁地活下去 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管家叮嘱随从 给我好好盯着他 等知道了接近伊西尔德斯大人的方法后 就把那个孩子处理掉 原来管家打的算盘是这样 他们带不好小狼仔 就学习 等学会了 就把老师赶了 对着毫不知情的阿丽夏 还沉浸在快乐之中 管家领着他跟众人打招呼 不同于对女孩的舔狗模式 男主看自家人 那脸上永远都是一副不爽的表情 突然阿丽夏在人群中 看见一小男孩 他年纪看起来不大 还跟管家有几分相似 难道会是 就在他猜测之际 男主莫名地汪汪起来 阿丽夏疑惑 小狗狗从来不这么暴躁啊 一旁的管家早就见怪不惯 小公爵对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汹汹 女孩听罢 抓起怀里的小狗 好了哈皮 不要再叫了 他边说边将男主放在地上教你 我说过不能威胁人 你再这么没礼貌 我就不抱你了 也不给你零食了 尽管男主很委屈 他也不再汪汪 乖乖地蹲在女孩脚边 大家都看懵了 也性难逊的小公爵 在少女手里也太乖了 大管家立刻拿出小本文记知识点 不听话就不给零食 要学会应用好了这句话 可二管家却给仆人们召开紧急会议 让大家今后好好服侍阿丽夏小姐 千万不能让她跑 想想到各位 要是她走了 小公爵大人就会重新骑在我们头上啊 这下好了 有内讧了 一个管家要弄死阿丽夏 一个管家要抱她的大腿 靠着一条狗 她走向了人生巅峰 无父无母的她 原本是给人打工勉强活着的小透明 现在却住进了尊贵的大功夫 换上好看的小裙裙 吃着侍女姐姐给的小点心 生活简直不要太美丽 她还以为来了这里要遭受随意使务 没想到竟被宠成了小宝贝 殊不知这都是二管家 提前打好招呼的 毕竟先前小公爵太霸道 现在好不容易有人能管住她 可不能跑啊 但此时楼上房间里的大管家 叫来了她的儿子泰伦 我们狼都是讨厌人类的 这个少女却有能力驯服小公爵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监视她 学会这项秘境后 再秘密把她处理了 听话的泰伦 当晚就逮到了来厨房偷吃的一人一狗 阿丽夏解释 白天临时吃多了没吃饭 没想到晚上肚子好温 而一看见有人靠近女孩 男主立刻就汪汪起来 估计此刻内心OS 退退退 退下 她的女孩只能她来舔 不过在得知泰伦是大管家的孩子后 阿丽夏想到了小说中对她的介绍 是帮助女主成为公爵夫人的重要存在 可惜15岁时被人偷袭刺瞎左眼 这么一想 她问泰伦今年多大了 一听才十四她笑了 就是小弟弟吗 于是她让男孩叫她姐姐 还非常友好的拉她一起干夜宵 狗狗男主听到 瞬间不乐意了 呜呜音音音汪汪汪的喊 阿丽夏教育她 夜深了要安静 不乖的话就送她回房 全程泰伦都默不吭声 她本来是看女孩大半夜的离开 以防万一才跟来的 结果居然蹭了顿饭 而她这么想着时 阿丽夏已经做好了蛋炒饭 一人一狗吃的喷香 尤其是泰伦 估摸着父亲的教导早就忘了 姐姐姐姐 请再给我一点吧 很快两周过去吧 在这期间泰伦似乎忘记了初衷 每天都溺在阿丽夏身边 陪着她跟小公爵一起玩 还时不时的鼓掌称赞 可这天大管家突然传唤女孩 小姐您来大公家也有两周了吧 很感谢您这段时间 照顾我们伊西尔德斯大人 这只狼只喜欢年轻的小姐姐 在女孩的怀里 她是左右都甜 但只要见不到女孩 她就开始咬人砸东西 周围的人都愁坏了 可对着小狼仔不敢打也不敢骂 因为这可是他们的少主子 此时大管家更是后悔极了 看来三天前她叫了阿丽夏 把她撵走 使她草率了 她以为她学会了训狼大法 没想到离开少女屁都没用 而阿丽夏想过这天会来 却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她很舍不得哈皮 却很清楚再过不久 小说中的女主就要登场 她也该疼地方了 于是抱着小狗狗 哈皮 你不能忘记我呀 你要健健康康地长大 这时大管家留意到身旁的儿子 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 你怎么了 只见泰伦握紧小拳拳 我想阿丽夏姐姐了 也想姐姐给我做的饭了 老父亲听见儿子这么说气的钥匙 城堡里什么吃的没有 居然喜欢上人类做的蛋炒饭 但在她努力撑了一周后 她败了 派人去请了阿丽夏回来 一见女孩 狗狗男主立刻扑了上去 呜呜的喊 诉说着最近的委屈 还有泰伦 颠颠地跑到女孩身边 大管家拉下老脸道歉 谢谢您愿意回来 您已经是我们大公城里重要的存在 今后小公爵大人也拜托您了 气氛正容恰实 一随从跑来 不好了不好了 城外面传来瘟疫的消息了 大管家听爸马上排兵布阵 身后的阿丽夏却琢磨着 这消息好耳熟啊 记得原助理 这场瘟疫是从一小片湖水开始 水被污染后 孩子完了水 被细菌感染 病情严重到无法控制时 女主塞丽娜便登场了 阻止了瘟疫 拯救了人们 阿丽夏很犹豫 她知道解决的方法 只是她的干预 肯定会改变原助走向 犹豫了一会儿她选择 穿越到小说中当女配 手握剧本 你不想翻身做女主吗 阿丽夏也没有那么想 却意外获得了女主的福利 成为了狗狗男主最爱的人就算了 她还利用熟知剧情的办法 帮狼族解决了瘟疫的大麻烦 这下就连大管家都对她好感满满 没想到女孩说病原来自一条火 一去查 还真是 他们顺道还发现了 城市的卫生问题也非常堪忧 要是能有个人类 给建设新城市提提意见就好了 于是寄瘟疫之后 阿丽夏先后为他们提供 垃圾要分类 想致富先修路 以及建立垃圾焚化厂 等一系列的ID 把大工程搞得是越来越好 成为了每个人心中的supergirl 所以宝贝们想穿梳 学好政治也很重要 只是问题来了 这些活原本都是女主 她都干了 女主咋办 而且原本阿丽夏的寿命只剩下一年 即便穿梳来了 也不过是把这一年过完做死吧 结果来的时候是夏天 不知不觉秋天过去了 冬天也过去了 春天都来了 她还活着呢 阿丽夏高兴地抱着哈皮 说不定我能对抗命运 一直活到你长大成人 但这天她照常在花园里遛狗 哈皮 我觉得能和你一起很棒了 你觉得呢 狗狗似乎听懂了 她汪汪汪点头 这时结束了工作的态度 也笑呵呵地找到阿丽夏 想要被摸摸头夸奖她工作努力 可就在两人一狗其乐融融时 数从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两个穿着黑西服的人 其中的眼镜男惊讶 活 活下来了呢 她不是早该死了吗 原来她们就是掌管人 投胎的小天使 女孩能来到小说世界 全靠眼镜男的工作失误 因为按照规定 是不能随便把人 放进还没有完结的世界中 这容易改变到原先的设定 眼镜男听罢 那要不要我现在去杀了她 他们是掌管人生死的天使 结果由于工作失误 原本只能活一年的女孩 现在穿进书里活了一年半 并且正在改变书中的剧情 其中一天使决定 不如杀了女孩 这样就没事了呀 另一个气坏了 强行介入 说不定故事的发展会更糟糕 算了 未来怎样 就看女孩自己的造化了 而忙着撸狗的阿丽夏 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她想得很简单 多活两天是两天 不过她已经开始 派人打听女主的消息了 可惜泰伦告诉她 大工程里的女仆名单上 根本没有叫塞丽娜的呀 而且她很好奇 姐姐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 阿丽夏想的 却是再过一年半 狗狗男主就会变成人 女主的存在 对男主来说非常重要 要是塞丽娜一直不出现 她怎么放心离开小哈皮呢 殊不知她总是走不掉了 不仅狗狗腻上了她的身 还有泰伦 这斯亚哥儿就是个腹黑病胶解控 这时侍女来传话 说大管家需要阿丽夏小姐过去一趟 自从解决了瘟疫和城市卫生问题后 女孩在大工程的地位浓增 之后大管家遇到点小case 就会询问她的意见 这次是考虑要不要买入一块地 那块地目前很荒芜 啥也没有 可一看地图 阿丽夏懵了 让大管家无论如何 都要拿下这片地 还问皇室是不是也表露出了购买意向 原来在原著中 这块土地前期没有任何价值 直到帝国爆发出大规模的传染病后 有学者在这里找到了一株 名叫香菜的药草 它只在这里生长 却可以提炼成 治疗传染病的有效药剂 皇帝不喜欢大工家 担心他们会谋法 于是在买下这片地后 他们践踏香菜 最后害得十万人丧命 但这些事情 阿丽夏没法说给大管家庭 她只好赌一把 您可以不问我为什么 就相信我 然后买它呢 她是小说中的女主 此刻却脖子上拴着狗链 等着别人把她买走 而如果不是这个女孩的出现 她其实早就遇见了男主 成为狗狗男主的专属仆人 然后等狗狗长大 两人触上CP 之后登上公爵夫人的宝座 但这会儿她在地牢里 突然来了一个女人 你好啊孩子 以后你就是塞丽娜了 她毫不犹豫地花下一百亿买下女孩 准备将她送进大工厂 预谋着一件大事 而鄙视的阿丽夏 说服了大管家 买下了那片地 她高兴坏了 立刻让侍女去寻找 那名叫香菜的药草 她要尽快找研究人员 制作成药剂 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按照援助内容 皇帝肯定会疯狂打压男主 就让我来守护哈皮吧 我狗狗的障碍物 全部退退退 很快药剂研发成功 并在帝国广泛应用 研究所的人 对阿丽夏的这项发现赞不绝口 所长大人更是抛出橄榄枝 您想趁此机会来我们研究所吗 这话让阿丽夏瞬间梦回前世 前世的她就是热爱医学 才高考考了三次学兽医 可这次的她却犹豫了 一旁的泰伦看出她脸色不好 问怎么了 她语气低落 只是一年后我就要回到村子的 话音刚落 众人就炸了 泰伦直接带人冲进父亲的办公室 质问是怎么回事 姐姐说一年后离开是真的吗 她跌慌了 先前的确有这么个事 儿子不管 她给老子下了命令 必须留住阿丽夏姐姐 没办法 听话的老父亲找到女孩 挽留她 让她再想想 阿丽夏何尝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但男主是属于女主 况且等哈皮成人后 就会忘记幼时的记忆和她 她不能再强求和她的缘分 她不过是暂时代替了这个位置而已 身边的泰伦音音音 我不想见不到姐姐 狗狗的眼神也变得凌练 要离开吗阿丽夏 总是让我不要忘了你 你以为你能就这么离开吗 真想养一只小狗 代替男朋友 因为这狗成年后 就会变成帅哥哥 她还有钱有权利 纯爱富黑又忠心 只要她认定了你是她的女孩后 她就说什么都不会放你走 所以之后的日子里 阿丽夏每天都会被不同的人 同样地挽留一波 只是她依旧坚守原则 从不松口会留下 直到这天大管家放出终极必杀计 她叫来女孩 问她是不是对医术感兴趣 泰伦在图书馆见过她好几次了 都是在看医学方面的书 如果小姐想要学医 我可以请来帝国最好的老师 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知识传授给你 听到这 说不心动是假的 阿丽夏前世对医学的执着 是复读三年都要学兽医 况且她太明白这个机会有多难得了 在这个世界里 医术是最高级的知识 想学医 她这种平民是不行的 而且她也没有钱承担学费和生活费 她动摇了 女主塞丽娜来之前 我稍微贪心一点可以吗 真的好想再次实现梦想啊 于是想了很久 她终于下定决心 我想学习 但要是我留下来会带来麻烦的话 她话没说完 就被大管家打断 让她放心 接下来的事都交给她了 可送走了女孩 大管家犯了难 她叫来研究所所长 说她夸下海口 要为阿丽夏小姐请来帝国最好的老师 所长苗董 难道您说的是 是卡尔大人 她承认老师的医术牛皮又权威 但问题是老师出了名的讨厌人类 大管家叹了口气 没办法 看见女孩幸福的笑容 她拒绝的话说不出口啊 掏出推荐信 她让所长转交 而不出意外的 卡尔老头看完信后表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过在她又仔细读了一遍后 突然又对这个人类少女产生了兴趣 小奶狗变成最强骑士 缺一把剑 和心爱女孩的鼓励 当所有药草买齐后 阿丽夏带着男孩 去了最有名的武器市场 一进门 她就非常懂行地让老板 拿点没摆出来的货看看 其实主要是小说中写道 未来泰伦用的魔剑 就是她爹一年后在这买的 为了让泰伦早点变强拥有自己的剑 阿丽夏决定提前送给她 之后她果然在老板拿来的三把剑里 见到她的梦中情剑 可老板出价五百亿 她的钱不够 这时泰伦一摸兜 发现她钱袋没了 怕姐姐担心 她不敢声张 只说出去一套 想着去哪找找 看是不是掉了 但刚出门 骑士团团长就现身 递上钱袋 将刚刚被偷钱的事解释了一遍 泰伦有一秒的震望 却没说什么 回到商店帮姐姐买下了那把剑 毕竟姐姐都哭唧唧了 泰伦 你借我几十亿把 因为一定要是这把剑 我希望你成为优秀的骑士 男孩边答应 边在心里按下决心 幸好刚才是个爬手 要是刺客姐姐就有危险了 我要努力成为 能够守护姐姐的骑士 往后几天阿丽夏都在琢磨药草 殊不知她的女主之位 岌岌可危了 这天有人找到大管家 是神秘女人 带着塞丽娜 没想到女人众目睽睽之下 竟拾起了迷惑人心之术 以塞丽娜偷了钱为由 让大管家收她进城当女婆 美其名曰给阿丽夏小姐作伴 反正她们年龄相仿 受了蛊惑的大管家 眼神呆滞地同意了提议 临走前女人凑近塞丽娜 提醒她千万别忘了她的主托 要知道姐姐会一直看着妹妹的 只是女扑长 很不喜欢新来的红发少女 尽管她跟阿丽夏小姐很像 却眼睛里带着毒气 还让她去服侍小姐 伤到小姐了怎么办 于是她警告她 要是敢伤害阿丽夏小姐 她将很难在这个城堡里活下去 本来塞丽娜就心中不平 不明白一个人类少女 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 现在她更不爽了 她是书中出场就要死的配角 却借着女主的光环 活到了现在 可借来的东西早晚要还 当女扑长领着女主 来跟她打招呼时 阿丽夏整个人都不好了 明明她一直都在期待女主的到来 却为什么真在见面后 心里那么堵得慌呢 不过她还是有好问候 并且不由地自卑起来 玫瑰一样的红发 大海一样的闭眸 果然是女主才能有的容颜 就算穿着朴素也难掩光芒 而她呢 也太普通了 殊不知相比于她的不安 对方的情绪也没好到哪去 上一秒还是当面笑咪咪 扭头就是阴沉着脸妈卖皮 之后上课 阿丽夏无精打采 路上遇见仆人问候 她强装着笑意回应 吃饭时 又没吃两口就离喜 如此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们猜测小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鄙视回到房间的女孩 才终于卸下伪装 见到摇着尾巴迎接她的小狼仔 哈皮 我要怎么办了 真正的主人公出现 预示着一切都要回归原有的诡计 男主会在塞丽娜的照顾下 顺利长大成人 他这个配角能捡回一条命是属子 接下来也该按照约定 拿钱走人 过他的生活 但我不想和大家分开啊 怎料这句话刚好被泰伦听到 他立刻质问姐姐是又要离开城堡吗 因为每个人都在担心阿丽夏 就派出泰伦 来问问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曾想居然听到了个证 看着男孩着急到要哭的模样 女孩心中生起暖意 且开始博怪自己 他和这里的人已经有了感情 他不想离去的同时 他们也不想失去他呀 可他一直自私地只顾着个人情绪 就让同样爱着他的人 为了他着急担忧 这么想着 他抱紧了怀里的小狼 向大家解释他没事的 心里暗下决心 要和女主成为闺蜜 然后在旁边帮助他和男主 利用知道剧情的办法 尽力给每个人都一个最好的结局 这样他也就不用走了 而另一边的战场上 公爵和公爵夫人打个胜掌 琢磨着也该回家了 看看他们的宝贝儿子怎么样了 他是姐姐的小奶狼 对着姐姐就是笑咪咪 但对其他女人识 他就是大灰狼 恨不得一口咬碎 而这天他正在跟姐姐玩耍 突然女仆长领着塞丽娜进来 介绍他今后就是姐姐的专属侍女了 女孩很慌 他一个配角 主角服侍他 不太行吧 看阿丽夏小姐没有回复 女仆长以为他有什么故隆 就解释虽然塞丽娜是因为偷窃 才来府里偿还罪务 却也已经接受过严肃教育了 所以不用担心 这话听的女孩瞳孔地震 偷窃 他看书时没这段剧情啊 原作中女主非常善良 纯洁无瑕道像个圣女 怎么会偷东西呢 这时女仆长打断了他的思索 要带他去见裁缝做新裙子 临走前嘱咐塞丽娜整理小姐的衣柜 可等几人走后 塞丽娜一脸愤恨 那个人类少女有什么了不起 简直就是天堂 忽然她的目光被一个箱子吸引 其中的一串手链让她爱不释手 这也太好看了吧 她情不自禁地戴在了手上 把手给我拿开 亥伦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她看着她 塞丽娜想要解释 对方却扯下手链 你这个肮脏的小偷 不要碰姐姐的东西 还是说你想按照律法处死啊 塞丽娜吓得赶紧下跪求饶 心里却全是问号 这真是她在小镇上见到的 那个笑容满面的男孩吗 之后她落荒而逃 但她咽不下这口气 不管是华丽的东西 还是那些高贵狼大人的关心和爱恶 全都给了那个人类少女 回想进城堡前 神秘女人对她说过 不论年龄还是外貌 她都跟阿丽夏很像 那为什么坐上那个位置呢 不能是她呢 于是次日饭桌上 阿丽夏抱着狼胆男主说笑时 周围的人注意力也都在他们身上 塞丽娜却偷偷拿起了一把刀 小说中女孩捡到了一只狼 但照顾一段时间后 却被狼的家人杀死了 之后另一个女孩出现 她们年龄外貌都很相似 而这个女孩将小狼养大 却不想长大后的狼 竟变身成了帅哥哥 还是公爵城的下一任接班人 她没了当狼时的记忆 忘记了捡她的女孩 爱上了后来的女孩 直接将她宠成了公爵夫人 可现在一切又都颠倒了 阿丽夏没死 她的灵魂被一个穿输者占有 愣是活到了塞丽娜的工厂 这下好了 一本书里 怎么能有两个女主角呢 阿丽夏就想退出 但她舍不得这 也舍不得哈皮 于是她非常天真的认为 她和塞丽娜可以友好相处 他们能一起留在小狼身边 所以饭桌上 她邀请她去郊游 心想这样既能把哈皮的习惯告诉她 帮助她快速获得男主小狼的爱 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哪里知道人家上一门 还拿着餐刀 想要把她打掉 因为在塞丽娜看来 一山不容二虎 她要坐上她的位置 可惜她根本没机会下手 这时大管家约阿丽夏 吃饭玩去办公室 聊聊公爵城的发展 路上小狼汪汪汪 她想和女孩玩耍 她都好久没腻在她的身边了 而感受到小乖乖撒娇的情绪 阿丽夏抱起她 正打算安抚时 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只见一陌生面孔走出来 大管家介绍道 这是她的弟弟克罗斯 一听证明 女孩顿时慌了 这人是公爵夫妇的护卫团长 将来会是男主小狼的左膀右臂 她从战场上回来 岂不是意味着公爵夫妇也要回来 不过这对哈皮来说 并不是件好事 公爵夫妇回来的路上 会被皇帝埋伏的人给告死 失去父母的哈皮愤怒到发疯 最终向帝国宣战 杀了皇帝 自己称王 想到这阿丽夏决定阻止这场悲剧 怎料却暴露了 她是穿输者的身份 翻成小说中的炮灰女配 她利用知道剧情的优势 帮助爱她的人解决困难 可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她 难免会遭到质疑 女孩只好坦白 我其实可以知晓未来 多的是心疼 于是她安抚了阿丽夏好一患 才在女孩走后 笑来随从 她的确信任女孩 就是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要怎么跟公爵大人交代呢 这是楼梯的拐脚裤 一个红发女人站在那里 也不知道偷听到了多少 之后她回到房间 按照神秘女人的要求 写信汇报打探的情况 结果写到一半她绷不住了 这破事要干到什么时候 写给女人的信一封都没回 侍女还天天监视着她 身份高贵的狼又根本无法靠近 更别提那个阿丽夏的人类上 塞丽娜不禁恐慌起来 难道我要这样在城里生活一辈子吗 突然房门打开 一个侍女走进来 她递上一封信 看见罗埃拉三个姿势 塞丽娜露出了久违的笑 看来她还没有被那个女人抛弃 她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 期待她给她布置的任务 可罗埃拉只要求她做一件事 将阿丽夏的地位抢过来 如果做不到 就把塞丽娜废了 此时塞丽娜感受到了压力 既然如此 就不能怪她心狠手辣 不然死的就会是她了 李氏对危险毫不知情的阿丽夏 还沉浸在研究毒液的解释中 她黑眼圈都快搭了到地上 也还是没找到想要的信息 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 她答应替女孩找有关读的书类 前提是她今天一定要好好休息 最近她这么拼命 两个狼仔都快气死 果然在得知姐姐不用看书 也不用做作业后 泰伦和哈皮高兴坏了 那是不是就可以去玩了呢 想到先前约了塞丽娜交友 她是被人伺候的小姐 有机会就拉着塞丽娜一起 希望跟她冲好关系 也想帮助她和小狼男主走近些 可泰伦和哈皮看见女人就不开心 毕竟狼都只有一颗心 一生只爱一个人 于是这会儿三人一狼 非常尴尬地往内一躲 全都只喝茶不说话 这让阿丽夏多少有点头大 不过她主动打开画像 还给塞丽娜倒茶 这时女人看见她戴着的新手链 不免嫉妒 是她没见过的吗 她夸手链真好看 很适合阿丽夏呢 女孩立刻问她喜欢吗 你弄疼姐姐了 还不马上和姐姐道歉 阿丽夏赶紧解释她没事的 其实手腕能有多疼 她在意的是 塞丽娜原本就是这种性格吗 小说中描写的她 明明是拥有圣女一般的品人 温柔又可爱的少女 即便是很难适合的哈皮 即便是被哈皮咬伤 她也从不计较 正是这份善良打开了男主的心扉 但现在的塞丽娜 似乎对哈皮一点兴趣都没有 难道是她进入小说后 改变了这一切吗 还是说眼前的女人 只是拥有和塞丽娜一样的名字和外貌 此时泰伦在旁边吭哧吭哧 看样子要把点信全部吃光 女孩忍不住叫点 让她留下塞丽娜的那份 这吵闹的画面 让女人看得碍眼 她笑着说自己似乎打扰三人 没什么事她就先走了 阿丽夏不愿意 她还没帮她和男主亲近 对了 你要不要摸摸哈皮 她记得原作中 小狼男主最喜欢塞丽娜的手了 结果女人的手刚伸过去 别看她长了蟑螂的脸 但其实她变身后 是为爱姐姐的俊少年 奇怪的是小说中 她爱红发妹妹 现在却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到红发妹妹 她就呲牙咧嘴 汪汪汪的乱叫 一副莫挨老子的模样 吓得塞丽娜摔倒在地 一旁的阿丽夏问她没事吧 然后指着小狼让她道歉 可此时塞丽娜想的是 这个狡猾的女人 居然用这种方式给我难堪 她就是故意让小公爵咬我呢 于是没有理会女人的道歉 她起身告辞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就先走了 再见 丝毫不顾身后女人的婉妙 一旁的泰伦怒了 什么侍女敢在主人 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就自行告退 我无法原谅你的泰伦 严丑这气氛不打一架 是没法收场了 突然响起了警铃声 之后侍女掌慌忙跑来 小姐 公爵大人他们回来了 鄙视城门外 一对夫妻骑马而来 瞬间仆人们的欢呼声 震耳欲蜴 嘴里说着欢迎公爵大人回城 而人群中的阿丽夏 看着高马上的男人失了神 他读原作时 就认为公爵大人很厉害 这见到了真远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公爵简单地和众人问好后 便好奇地问大管家 他儿子在哪 当得知是和那个人类少女 在一起时 他环顾四周 看到了不远处的熟悉面孔 好久不见了呀 我的儿子 还有 阿丽夏吗 被认出来的阿丽夏兵心 边做自我介绍 虽然少女的传闻 男人听了很多 这却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所以他盯了他好一会后开口 多亏了你我才捞回了这条命 你就是我们家族的恩人 为了报答你 你想要什么吗 房子钱宝石土地我都可以给你 作为人类在这里生活 很辛苦不是吗 这话给阿丽夏听懵了 这是要撵他走了 怀里的小狼不乐意了 冲着老爹就扑了上去 这狼是个恋爱脑 为了喜欢的姑娘 可以生扑自己亲爹 仅仅因为老爹提到了 愿意给女孩房子和钱 有种暗示要撵他走的意思 而感受到女孩的手抖 小狼没有丝毫犹豫 就要咬老爹为女孩出气 但将还是老的辣 一只手就把他轻松拿下 就在老子儿子互相瞪眼时 泰伦也站了出来 姐姐是伊西尔德斯大人的主人 所以要和我们一直在一起才行 不是给点补偿就能离开的 一听主人俩自公爵懵了 也信难训的狼还会认主吗 泰伦解释道 小公爵只听姐姐的话 也只吃姐姐给的食物 没有姐姐他每过一秒就会翻天 如果有人要伤害姐姐 他更是会立刻攻击 公爵听笑了 不过随后冷着脸的将儿子放了 看着他第一时间跑到女孩怀里 咽咽咽 公爵很方 他转身离去 连父母都不认得的家伙 的确是有主人了呀 我允许那女孩留在城里了 阿丽夏却追上要走的来人 先是感谢能让她留在这里 再是表明心意 她想留下 是爱大家 并不想要什么报答 至于这话有多真 日久见人心 之后公爵沐浴放松 突然一道女生传来 是公爵夫人 他们夫妻针对阿丽夏这个人类少女 展开了一分钟的讨论后 公爵就把夫人拉下了水池 好不容易才回家 不要讲这些无聊的事了 我想要和你休息休息 服侍的侍女瞬间 读懂了其中的奥妙 看来接下来的一周 公爵诚要全体休息 果然没一会儿 城里就响着嗷嗷嗷声 房里的阿丽夏和泰伦不明白 这声音是什么意思 这时女孩批评男孩 刚刚不该那样顶撞公爵大人了 谁家父母听到那话会开心呀 而且她也不是哈皮的主人 但有一说一 她是感谢她的 泰伦却不以为然 是公爵大人先试探姐姐的 她只是说了实话呀 忽然一阵敲门声 这狼已经饥渴了太久 她太久没吃肉了 所以一回家就安排侍女 整个公爵城休息一周 她要做一些爱做的事 顿时城堡里 响着嗷嗷嗷声 房间里的男孩女孩一头雾水 这时门开了 是男孩的妈妈回来了 泰伦立刻抱了上去 母子俩顿时眼泪哗哗 好一会儿后 泰伦妈才跟阿丽夏彼此问候 她感谢女孩对儿子的照顾 可就在俩人说笑间 一旁的哈皮汪汪汪起来 她饿了 为了迎接自家老爹回来 她还没吃饭饭呢 泰伦的肚子也咕噜咕噜 当妈的赶紧拉着儿子 要给她做爱吃的蛋炒饭 殊不知在人家心中 已经有了姐姐的风神饭 她告诉妈妈 蛋炒饭还是姐姐做的最好词 突然又是一阵嗷嗷声传来 男孩问妈妈那是什么 妈妈红着脸 吱吱吱解释不清 阿丽夏猜测 这不会是书中描写的那画面吧 果然下一秒侍女进来 说未来一周公爵成都进入休息阶段 大家只能在自己房里待着 男孩不懂 缠着问为什么 当妈的不知道怎么去 结果女孩一句你乖 泰伦立马就不吭声了 而这回外面的是女孩 忙忙碌碌 都在为关闭城门做准备 塞丽娜见状很不高兴 我有个问题要问 为什么我被通知不能服侍阿丽夏小姐 要在房里待着 侍女长解释一直都是这么安排 侍女休息期没什么必要就别住 免得打扰到大人们休息 塞丽娜不接受这个规定 这样她还捅下手害人呢 抬手间 她不经意地露出了手链 阿丽夏小姐的手链 为什么会在你手上 面对质问 女人笑了 她非常得意 这是小姐送的礼物 纪念我们美好的友情 有意见 去问小姐去啊 是女长也不是吃素的 她早就听说上次也看 女人冒犯小姐的事了 记住 一个人类少女 天天跟两个狼腻在一起 这个要抱抱 那个要亲亲 三小只出不了门 就这么过了几天 可阿丽夏觉得天天睡觉 也不是个事啊 她提前囤的书全都看完了 这种无趣感 像极了疫情被封在家的我们 于是她决定给小狼做玩具 就在她刚做好个萝卜 欣赏自己的杰作时 是女长带了零食进来 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阿丽夏兴奋地介绍着 这是她做的萝卜开会 每个里面都是空的 可以放吃的 狼的嗅觉很发达 肯定可以靠味道寻找处吃的 这样既训练了嗅觉 又填饱了肚子 是女长听爸立刻要去拿材料 他也来做 这事小姐提到 最近塞丽娜怎么样呢 都好久没见着她了 一提塞丽娜 是女长就不开心 表示那孩子正在清扫分配的区域 并且学习了一教育 已经听说好几次 他顶撞小姐的事了 再不教育是不行了 是女长说爸便先离开了 留下了阿丽夏琢磨这事 他不懂到底为什么 塞丽娜会变成这样 不仅不是书中描写的圣女人设 还跟男主每次见面都张牙舞爪 泰伦也在交由后 斩钉截铁地表达 以后不想再见到这个女人 照这样下去 女主就不能起到女主的作用了吧 这不行啊 原作中塞丽娜拯救了三个人啊 一个是因皇帝失去父母黑化 向人类宣战的男主哈皮 一个是失去父母参与战争的泰伦 另一个就是被皇帝利用 进行战争的九皇子米亚 他们互相残杀 是塞丽娜就赎了他撒 要是他一直回不到 小说发展的轨迹上 虽然自己的介入 阻止了皇帝对公爵夫妇的暗杀 但凭倩的小子对公爵家的忌惮 绝对还会出幺蛾子 不行 看来只能这么做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当晚 大管家拿着他的遗落资料 找到了公爵大人 当晚爱上一个人有多疯狂 他可以啥也不干 只和爱人做爱做的事 儿子这样 老子也一样 现在一周过去 心满意足的公爵找到大管家 看着阿丽夏的调查报告 他不相信人类 更别说这个少女孩子报 他可以预知未来了 但调查结果显示 女孩从小无父无母 被人收养后在旅馆帮工 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尽管公爵不放心 却也只好先算了 这时大管家掏出个小瓶瓶 他告诉公爵 这是卡尔老头研发出的解毒剂 前段时间女孩不吃不喝 都在研究这个东西 似乎很怕小公爵被毒 于是他们被地里一查 没想到进查到皇室 在开发新型毒药 他们将窃取到的毒药做研究 发现这毒是专门针对狼族的 毒力强大 瞬间致命 就算有了这个解毒剂 也只能防止立刻死亡 却不能完全破解 这番话听吧 公爵当即决定 明天正式邀请那个孩子一起午餐 大管家经的动大了狼野 公爵要和阿丽夏小姐共进午餐 此消息一出 隔天一大早 侍女们就都手忙脚乱的 选礼服 选手势 阿丽夏非常疑惑 大家是在忙什么呢 侍女长笑着说道 在公爵城里 被公爵邀请吃午餐 是有特殊含义的 只有被她认可的人才能出席 一般都是直系亲属 而这样的场合邀请了小姐 显然公爵大人是拿她当一家人了 阿丽夏既精又喜 她本以为就是简单的吃个饭而已 可是女长又发愁了 小姐没有合适午宴的礼服啊 突然几个侍女排排走了进来 打扰了小姐 他们拿着各种珠宝 限量版鞋子 和高奢礼裙 摆了整整一屋 我没有妨碍到你吧 我今天是来帮助你舒适打扮的 谁能想公爵夫人亲自下场 来指导阿丽夏的衣着礼 只是在经历长达两个小时的换装后 阿丽夏多少有点体力不值 并且她很惶恐 她们长得差不多 却生活得天差地别 一个被宠成了小公主 一个被天天呼来喝去 当阿丽夏在享受漂亮裙子 和华丽首饰带来的快乐时 楼下的赛丽娜快气死了 一周的休息期 她都被限制在了房间 好不容易休息期结束 她还是没有机会靠近阿丽夏 这还怎么弄死她 这时她看到俩侍女拿着礼服 说是要扔掉 女人心里不平衡啊 真是个奢侈至极的臭丫头 不过正好 我可以利用那个 于是她主动提出 帮她们处理就衣服 她笑得人畜无害 我来坐 你们去休息吧 我之前就负责整理小姐的衣柜 俩侍女没有多想 便把礼服交给了对方 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 赛丽娜心想真是俩傻子 其实把那个人类少女赶出去不满 威胁恐吓或者直接除掉 但问题在于 她的身边总有大人物陪着 就很难下手 幸好女人已经想到了对策 她将衣服偷偷抱回房间 拿着剪刀就是咔咔一通的 这次我一定要把那臭丫头赶出去 而鄙视另一边的阿丽娜 正在跟公爵夫人诉说着她的不安 裙子和饰品都太好了 她觉得准备这么多太浪费了 公爵夫人却教导她 未来她可是要跟哈皮 出入各种场合的人 得体的衣着是基本要求 她代表的是整个公爵城的B格 女孩听罢误了 她继续被打扮 直到她并边珍珠恋 身着白子裙工厂 看着宴会厅奢华的装潢 以及各种一看就很贵的精美食物 阿丽娜才意识到 幸好没像平时打扮的那么酸 之后公爵夫妇款款而来 她和泰伦立刻起身问你 接着大家便在饭桌上说说小事 突然公爵开口道谢 她摒弃了对女孩人类身份的借银 感谢她多次对公爵城的救命之恩 这回她认真的问道 她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阿丽娜想都没想 我只希望和哈皮还有泰伦 生活在一起学习艺术 公爵表示没问题 吃完饭就宣布她今后是公爵城的人了 就在认清气氛和谐而没好事 赛丽娜换了便装来到宴会厅门外 她把小姐的衣服全部剪完 因为她需要上面的珠宝 她没有钱买毒药 这就是她的启动资金 之后她请求侍女长 让她出趟城 她太久没收到姐姐的回信 很担心姐姐的安全 忙着安排上菜的侍女长 被缠得没办法了 就给赛丽娜放了血 殊不知这一方 她最喜欢的阿丽娜差点死掉 只见出了城的塞丽娜来到平民街 她决定搞点成分牛逼的安眠样 把那些厉害的狼迷晕 这样她就可以除掉那个女人了 为此她提前在信里问了神秘女 获得了手中巫婆的地址 之后她扣门 一双眼睛露了出来 警惕地问她淡娜 直到看见她手臂上的绣花 才领着她进了屋 不过想拿货 先交钱 这是塞丽娜将她辛苦抠下来的宝石 摆了一桌子 换了一包安眠粉和解骨剂 彼时对危险毫不知情的阿丽娜 正在屋里跟狼掌的玩手 突然泰伦觉得骨头头 来送书的泰伦妈一眼就看出 儿子是到成长期了呀 那今后就不是小贝贝而是大门海了 阿丽娜一证 这笔原著中的日期要提前了 这样的话岂不是哈皮影了 之后泰伦妈转送了她一本书 这是公爵夫人特意找的 有关狼人的高级医学书 可就在泰伦妈回去的路上 竟跟塞丽娜撞了个满怀 她便道歉 便想要去扶女孩 帮她捡起身旁的东西 怎料人家拎起铁锹河桶 四溜就跑了 没多想的泰伦妈 回到房间去找公爵夫人 汇报阿丽娜小姐收到书非常醒 公爵夫人也很开森嘛 还想着以后多为女孩 开设一些她感兴趣的课程 但她忽然敏锐地闻到 一股俗悉而又陌生的味道 就像是黑魔法的气味一样 再不然就是他们狼族的宠人 红色异族的味道 不得不说狼的嗅觉果然灵灵 只是另一边的塞丽娜 已经拿着她的小桶 来到阿丽娜住的这栋楼 找到有壁炉的房间 支开了其他侍女 把巫婆给她的药粉 全部倒进了壁炉里 她自己喝下解毒剂 今晚就是猎杀时刻 她原本想杀了她 结果竟帮人家搞了个对象 还是同生同死的那种 起初当夜幕降临 有了提前放进壁炉里的安眠粉 果然是你们一会儿的功夫 就都睡了 鄙视塞丽娜往楼上走去 并祈祷药效一定要好 那只狼一定也要睡着 而当她打开门后 看着地上睡得香甜的小狼 她松了口气 之后她再看向熟睡中的女孩 阿丽娜 她的声音叫醒了女孩 女孩被突然出现的人影下了一条 但在看见是熟人后 又放松了警惕 问塞丽娜这个时间来 是有什么事吗 这时她看到她手上的刀 阿丽娜立刻回头看了眼哈皮 在确定了小狼没事后 她才放下心来 塞丽娜全程没有废话 她拿着刀 让女孩跟她去天台 直到将对方逼到了围栏处 她才停下 解释一切 阿丽娜 我对你没有个人恩怨 但有人希望你消失 不杀了你 我就得死 所以你还是去死吧 可她话音刚落 还没动手呢 身后就传来了熬乌声 回头看去 是浑身颤抖 靠意志苏醒的哈皮 塞丽娜都不禁佩服了 不愧是公爵家的继承人 能维持十几分钟的药 居然对她效果甚微 此时反应过来的阿丽娜 怒斥女人对哈皮做了什么 她光说还不够 还去夺刀 以动哈皮一根寒毛试试 只是瘦弱的 她哪里是人家的对手 塞丽娜一个挥手 又把她推下了高楼 这一刻女人开森极了 都结束了 我活下来了 怎料背后的怒吼朝她袭来 眼瞅着哈皮 要咬她的毁容之际 她伸出胳膊护住了女 可没有想象中的疼痛 再一看 只见这狼纵身一跃跳下高楼 这意外之喜塞丽娜是无所谓的 这么高 就算是再厉害的狼 也肯定要摔成肉酱 正好唯一的目击证人也没了 接着她回房间 把案发现场搞乱 就当是这一对玩闹中双双坠楼 再烧掉这个药草 除掉她的味道 我自由了 她是乖巧小奶狼 却为了救女孩 变身成了大灰狼 只是俩人从520米的高楼坠下 虽没摔个半死 但额头竟都多了一个印记 比是哈皮看着身旁紧闭双眼的女孩 她悬着的心稍微放了下来 这时纹身赶来的随从惊讶不已 伊西尔德斯大人 是您吗 您终于觉醒了吗 哈皮怒吼着 仿佛在说别废话了 快来看看阿丽夏怎么样了 侍女慌忙让人去请医生 直到这一切都解决得差不多 哈皮才精疲力尽地倒在女孩身边 之后一连几天 她俩都昏迷不醒 这天阿丽夏的手突然动了一下 她挣扎着睁开双眼 我的身体怎么这么沉 我怎么会绑着绷带 昨晚我明明和哈皮玩着玩着睡着了呀 在那以后又发生什么事了吗 显然女孩失忆了 她还发现床边趴着个陌生物中 她一时间不知道这是谁 又莫名感到很熟悉 就在她快要猜出来之际 公爵夫人推门而入 满是担忧地问道 她还好吗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此时女孩才得知 她和哈皮昨晚晕倒在了花坛 而眼前这个睡得香甜的大牢 其实就是她的小宝贝哈皮了 她因为一些气机不完整的觉醒 并暂时被觉醒的力量冲击到睡着了 公爵夫人问女孩 还能想起来什么吗 可阿丽夏一去回想 就头痛到不行 无奈夫人只好安抚她先休息 但离开房间后 她不禁一个头两个大 跟公爵说着女孩失忆了 这样对调查昨晚的事非常不利 并且再次确认了 他们头上点亮的是伴侣音 是泰尔西翁直吸血脉 一生只有一次机会 赋予另一个人应激 作为自己伴侣的证明 而分享应激后两个人的命运 就会交织在一起同生同死 成为彼此的唯一 顿时夫妻俩想救出谋害女孩凶手的心情 更加迫切了 毕竟这也关于这整个公爵城的慰 于是第二天 所有侍女被叫到大厅 女孩的脑袋被狼叼住 她不但不怕 还训斥大狼这样发型会乱 大狼听话的汪汪汪 跟女孩撒着娇贴贴 仿佛在说我错了 这时女孩灵机一动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 你能把我搭在你的背上吗 虽然阿丽夏觉得这样不好 但谁能拒绝骑这么个大狼呢 哈皮笑着汪了两声当作同意 然后乖巧地趴下身来 等到女孩在身上坐稳后 她开森地转着圈圈 可就在俩人快乐玩耍时 看到这一幕的泰伦不乐意了 提醒姐姐这样太危险了 她身体还没有恢复 赶紧下来 怎料身旁的侍女开了口 今后小姐和小公爵的事 是所有人都无权干涉的 这是她母亲应该跟她说过 泰伦听罢脸色一遍 想到母亲昨天说的 姐姐现在是小公爵的伴侣了 她今后得跟姐姐保持距离才行 泰伦就很委屈 她也喜欢姐姐啊 而察觉到男孩低落的情绪 阿丽夏慌忙安慰她 鄙视泰伦笑的羞涩 我就是太喜欢姐姐了 姐姐能理解吧 神经大条的阿丽夏 没懂其中还没 反倒是身后的哈皮拉过她 并恶狠狠地盯着泰伦 谁知泰伦丝毫不处 不仅反盯回去 还在心里暗暗合计 她听说小公爵的应语 是自己刻上去的 那姐姐在正式接受应计之前 她都还有机会了 几人说话间 门外的塞丽娜冲了进来 她边喊着阿丽夏小姐 边跪在地上求小姐帮帮她 解释她在听了小姐出意外后 非常担心 想留在小姐身边照顾 可那些侍女却让别人见识她 我不是小姐的专属侍女吗 我们不是朋友吗 您会重新接受我的吧 原来经过调查 有人提供线索 说那晚看见个红发女 进小姐房间 于是侍女长找来了所有红头发 进行一对一互相监管 怕露出马屌的塞丽娜 自然就想来求 在她看来是傻白甜的阿丽夏 她坚信这准丫头会同意 之后她再找机会下手 结果人家来了一句 傻白甜女孩 经历过被人推下高楼 瞬间变身人间清醒 当对方再向她提出要求时 她果断拒绝 顿时塞丽娜懵了 这蠢蛋怎么不听话了 事实上阿丽夏虽然失了瘾 却在噩梦中 梦到过一个人 对方在后面追赶她 一遍遍说着要杀了她 之后泰伦妈也来找到她 说有个被迷晕后醒来的事物 曾看见一红发女往她的房间走去 尽管过往的片段支离破碎 可女孩隐约觉得 红头发这个线索是对的 那就必须将有嫌疑的人严加看过 尽早逮到罪犯 急于处罚 毕竟对方不仅伤害了她 还把她最爱的哈皮牵扯了进来 所以在面对塞丽娜时 阿丽夏充满了无信任 并试探她 塞丽娜 你那晚来过我的卧室吧 女人一听慌了 忙回答真的不是她 她们不是朋友吗 但鄙视阿丽夏内心毫无波澜 反而淡定地说道 既然清白的话就配合调查吧 如果真的不是你 你也不会有事 没别的事你就出去 女孩疏离的态度冷漠了语气 听得女人心里一惊 还不等待狡辩两句 她就被人嫁了出去 怕影响到阿丽夏小姐的情绪 侍女到了被帮助镇定的杀 表示只要小姐一句话 她们立刻就把那女人给你了 阿丽夏沉默了一会儿 没必要赶走 请继续按照公爵大人的命令去做 因为她分析了一下局势 认为此事把女人放出去更危险 即使原作剧情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塞里纳依旧是小说中重要的角色 以后不一定就有什么用了 况且基于公爵城的坏人已经够多了 不能再增加变数了 不如将她留在身边监视 这时身旁的两小只担忧的看向女人 她们讨厌塞里纳 恨不得现在就把她拧抖 可她们的姐姐就是太善良了 阿丽夏笑了 她今后就是扭呼噜士 阿丽夏 她会守护好她爱的小狼仔们 白天她是狼宝宝 但经历了一夜 她变成了美少年 或许是满月之夜的月光有魔力 也可能是跟女孩躺一张床上太着迷 只见她的爪子开始变成手和脚 不一会儿 就蜕变成了雪白赤果的男孩 而因为有着伴侣的印记 此时阿丽夏也睡得不安稳 她梦见自己找不到哈皮了 等听到熟悉的声音 再回头看去时 竟是一个陌生的少年 她问她是谁 还能是谁 当然是伊西尔德斯啊 女孩高兴坏了 她的哈皮能觉醒成人 病安然无恙真是太好了 怎料男人甩开了她的手 你是谁啊 干嘛装作认识我 我只听塞丽娜的话 赶快从我的城堡里出去 被噩梦吓到惊醒 阿丽夏不禁疑惑 怎么会做这种梦呢 这时她不小心碰到身旁 结果床上躺着一个人 一个赤果果的男人 女孩慌了 哎呀呀呀的尖叫 闻声而来的侍女 见小姐蜷缩在门边 颤抖着双手指的前方 有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在我的床上 侍女气坏了 是谁这么作死尽感 可话没说完 她敏锐地闻到 对方的气味似乎很熟悉 再看这头银发 没错了 这肯定是小公爵大人 她告诉小姐 这应该是伊斯大人 阿丽夏听罢就想上前查看 侍女却拉住了她 狼人的觉醒期很危险 随时会在爆发的瞬间 把周围一切都给破坏 于是她支走女孩 让她先去安全的地方待着 彼时收到消息的公爵夫妇 心急火燎地跑到诊疗室 问他们儿子怎么样了 听说是觉醒了 伴随着一声轻笑 早上好啊 父亲母亲 男孩银白的法 湛蓝的谋 公爵夫妇一个震惊一个欣喜 但更令他们诧异的是 儿子当狼时的记忆居然没有消失 上次打破这个魔咒了 还是哈皮的老子 公爵大人 而跟爹妈打过招呼后 男孩就迫不及待了 阿丽夏呢 我要去找她 养的狼突然变成了人 女孩此刻的心情非常坦克 因为狼人在完全觉醒后 会失去当狼时的记忆 那哈皮会忘记她的对吧 然后跟小说中 真正的女主走到一起 两人牵手happy ending 但事实上 按照原作 阿丽夏才是最初 捡到男主小狼 照顾和陪伴男主的人 只是当公爵城的人找来时 担心女孩泄命 就把她给赶了 才有了后面塞丽娜的介入 这么看来 她才是原配啊 却一直在担心 会与她爱的哈皮分离 殊不知小狼把她刻在了心里 一醒来 跟爹妈打过招呼 就想去找她 公爵让她在休息活 刚完全觉醒 身上的力量还不稳定 哈皮不听 她还要换个好看的衣服 因为她想从初印象起 就开始服务女孩的心 于是在女孩坠坠不安时 她出现了 是我呀 阿丽夏 是你的一丝 回眸的一瞬间 女孩眼角带泪 她无数次幻想过这一刻的到来 她可爱的小狼 成为正儿八经的人类 她相信即便自己会为了她的忘却 而感到伤心难过 却一定不会哭的 会高高兴兴地和她道别 明明下了这样的决心 但真到了眼前 她为什么还是红了眼眶 不过思想开小差时 她不禁春心荡漾 不愧是书中的男主 真的是帅呀 哈皮却边靠近边问她怎么了 是被她吓到了吗 这时阿丽夏才意识到 她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 不是应该不记得了吗 难道是听说了她对她的照顾 才来打个招呼的吗 想到梦里男人说的 从我的城堡里滚出去 女孩强装着镇定行李 小少爷您好 祝贺您顺利觉醒 我是侍奉小少爷的 可她话没说完 就被牵过了手 只见男人将手放在她的脸颊上 来回摩擦着 还记得这个吗 阿丽夏顿时红了脸 这是哈皮的习惯 你什么都没有忘记对吗 你真的记得我是谁吗 还有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 当狼时 她就喜欢对女孩蹭蹭 现在变成了人 她蹭起来更放肆了 只是女孩哭得梨花带雨 因为这种蹭蹭 是她跟哈皮的专属秘密 她不敢相信哈皮居然还记得她 直到从男人嘴里听到 不是你说的不让我忘记吗 所以我们是不会分开的 女孩听罢先是震惊 再是抽气 接着扑向了她小可爱的怀抱 她刚刚真是吓坏了 以为这就是他们的终点了 殊不知俩人早就被狡猾的伊斯 绑定成了同生同死的关系 是彼此唯一的伴侣 大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阿丽夏 是法律规定关于印记和伴侣的事 只能当事者讨论 爹妈都不能插手 或许是伊斯在等 等她以人的形态 俘获少女的芳心 也可能她不想说出来 让女孩压力山大 但就在俩人浓情秘义时 门外传来了泰伦的声音 姐姐我可以进去吗 我听说伊斯少爷觉醒了 姐姐你睡了吗 快来开门呀 察觉到怀里的人想去开门 男人立刻委屈巴巴 阿丽夏 我现在只想我们两个人 我一觉醒马上就来找你了 你就只和我在一起不行吗 即便感觉将太伦亮在外面不好 阿丽夏也实在是拒绝不了 小可爱的请求 继谋得逞后男人伸出脑袋 他也没有忘记女孩为由 求摸摸头 求夸奖她 内心却在想 我亲爱的阿丽夏 你对柔弱可爱的事物毫无抵抗力 我会一直这样的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可他们的甜蜜 被窗外的一只老鹰看在眼里 之后通过老鹰的眼睛 又传递给了一个女人 你瞅瞅 像不像应该在被公爵城监管的赛丽娜 这会她气坏了 赛丽娜那个没用的东西 好不容易把她 男孩一整个情欲上头 身旁的女孩看书 她看女孩 盯得人家有点糟不住 问你不是要读书吗 她笑得灿烂 回答在读啊 还又往女孩身边贴了贴 是我妨碍到你了吗 是我弄烦你了吗 阿丽娜赶紧说没有没有 可心里的波澜止不住了 虽然当狼食就天天溺一起 但现在是人类的模样 还是用这张帅脸 说不小鹿乱撞那是骗人了 而听到女孩说没有 哈皮立刻抱紧她 那就一直一直在一起了 被年轻又结实的胸膛包裹 女孩不敢多想 只有我在意会形得很奇怪 之后不论她去哪 身后都跟着哈皮 不管她吃什么 哈皮也要吃一样的 这种年龄成度 让泰伦非常吃足 每天都被爱意包围 阿丽娜有点累了 这天晚上 她跑回自己房间 气喘吁吁的跌坐在地上 哈皮这小子的占有欲也太巧了 你当狼食还要粘着她 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分离教育呢 毕竟大家都是人了 男女受受不清啊 这时敲门声响起 回头一看又是哈皮 阿丽娜你在干嘛呢 只见男孩抱着枕头 晚上我想要和你一起睡 女孩懵掉了 终于忍不住的咆哮了去 立刻给我出去 次日她找到公爵夫人 这么密的相处 真是让她有点危难 她希望公爵夫人 帮她劝一下哈皮 老妈的一起 这儿子也太猛了 大致是当狼当酒了 靠打直球可不太行啊 不过真是有其父必有妻子 老哈皮也是如此 于是她向女孩沉默 一定会好好教育一番 见她离开 当妈的叹气 你也听到了吧 她喜欢女孩 所以天天溺在女孩身边 可女孩很为难 以前她是狼食 贴贴抱抱睡觉觉还好 现在大家都是人了 是不是要有点距离感呢 得知她的这一想法 哈皮出动了 她找到阿丽夏 决定跟她谈一谈 而其实一见到她笑 女孩还是会打到治愈 跟着她笑 不过回过神来时 赶紧提醒自己 清醒点啊 她是狼啊 于是问她是要说什么呢 这时男孩脸色一沉放下茶杯 我是来道歉的 我从妈妈那里听说了 我似乎让你觉得困扰了 明明成为人类后要更加小心 但我想跟你在一起的心态强烈 没为你着享受我的错 对不起 说吧 哈皮起身 单膝下跪 你能原谅我吗 我不想被你讨厌 阿丽夏懵了 她怎么会讨厌她吗 她只是有些不适应吧 哈皮却继续说着 其实她最近一直在做梦 梦里当狼食 他们快乐玩耍 可以切换到当人的模式 女孩就会冷着一张脸 说不喜欢成为人类的她 然后消失在她的世界 每每做这样的梦时 她都心碎到快要裂开 我好怕你会扔下我呀 可不可以带我如抽呢 看着男孩痛苦的本体 感受着她颤抖的手 阿丽夏的心理愧疚的希望 哈皮突然成人肯定也很不乱 她却因为变化的样子 陌生就推开她 明明不论什么样子 她对她来说 都应该是最珍贵的存在呀 这么想着她边摸头边沉默 会带她如初的 这个回答在男孩的意料之中 她立刻恢复笑颜 拉着女孩睡觉觉 阿丽夏刚有点失忆的表现 她就马上撒娇 不是说好带她如初的吗 果然会撒娇 可以隔天下 当晚 当狼时她就喜欢女孩 觉醒成人后 她更是天天溺在女孩身边 不让陪着睡觉觉 她就假装哭唧唧 等达到目的 再趁女孩熟睡 亲吻发丝 只是如此岁月静好 另一边的皇帝不乐意了 他本来就讨厌狼人家族 打算四季清除 以免他们权力过大 影响到他做皇位 却不想安排人去潜伏 失败了 还得知公爵的儿子觉醒成人了 皇帝当即就让人去找姬温 那是他的心腹 杀人越获得好帮手 而次日一早 姬温就来了 光是背影网那一处 就惹的人议论纷纷 听说他杀人很残忍 怎么请他来了 陛下这回是要除掉谁呢 但就在大家猜测时 皇帝的人请他过去 完事一见面 皇帝就扔下任务书 我要你去公爵城 把他们接班人的头拎过来 姬温笑起来小眼淤淤 陈寅道知是有点难办 可为了陛下他上刀山下火海 都在所不知 并且他正好有个 适合这项目的人 受到狼神诅咒 和狼族有着生死之仇的红色一族 此时对危险毫不知情的三小只 正另外在一起听课 老师说狼族不爱与家人以外的人相处 这个问题有什么解答方案吗 阿丽夏灵机一动 举办清点怎么样 搞个party 在玩乐中拉近距离 老师叹了口气 他们是狼啊 排斥人类文化 这种方式试过却没有效果 地旁的哈皮吐槽老师奥奥 他们这带狼很喜欢人类文化 如果再是纪念公爵胜利的仪式 那老一辈的也会欢迎 况且只要是阿丽夏策划的 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来参加 老师一听有道理 最近领地的居民们 都对这个养育了他们继承人的人类少女很好奇 这也可以当作是小公爵的初次亮相 这么一想 他请求女孩帮忙做个庆典的启画书 泰伦也在旁边为姐姐加油打气 不过他的笑引起了哈皮的吐槽 美男在手 他却只想看书学习 完全get不到两个男孩为他吃醋 脑子里全是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思索着庆典的企划书要怎么做 为此他向老师要了本书 狼族的起源 他决定好好研究下关于狼族的细节 因为现在发生的很多事 都已经脱离原作了 他只有了解的更多 才能更好地应对变化 只是翻开书看时他发现 这怎么少了一页 红色异族是什么洞洞 为什么会被撕掉呢 怎料他跟老师提出疑惑 老师却突然变得很慌乱 将书接了过去 嘴上说着不是什么动脑 手上把剩下一脚撕了的竿子 但这样的反应法 让女孩更加在意 到底什么是红色异族 之后他从书中夺知 原来狼族的先辈是天狼星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俯视人类 却对个人类少女一见真情 为了能和他在一起 他驱赶黑夜和月亮落下 成为了人类 从这以后 子孙就继承着这份力量和意志 在地上扎根当起了狼人 而阿丽夏沉浸在书的海洋之中 身边的哈皮却撒起娇来 太无聊了 我们都很久没一起玩了 女孩安抚他 读这本书很重要 她的意外觉醒 或许能在这本书里 找到答案 听到觉醒两字 泰伦提醒解验 她马上就要15岁了 似乎到了要完全觉醒的夜 阿丽夏听话很开心 可仅仅开心了一秒 她忽然意识到 在原著中泰伦正是15岁的时候 被皇帝派来的佣兵刺瞎眼睛 她差点把这事忘了 如果真像原作中发展的那样 这时敲门声响起 侍卫说公爵殿下 请阿丽夏小姐过去 此时另一边被监视的赛丽娜 扫着地抱怨着 她如今什么都做不了 跑也没法跑 神秘女人也对她不闻不问 再这样下去 搞不好要死在这了 谁知一陌生男人出现 赛丽娜 有人找你 接着话音刚落 男人就逐渐倒去 背后是许久未见的卢埃拉 怎么样 堂姐来看你了 最近过得还好吗 一旁的是女见状想出声摇人 她忙着跟狼谈对象 有人却想要了她的小命 然后坐上她的位置 代替她跟狼谈对象 毕竟小奶郎撒起交来你懂的 只是先前推她下高楼失败后 塞丽娜就被当作嫌疑人来监管 哪也去不了 什么也干不了 但就在她无计可施时 神秘女人出现了 她不仅迷晕了侍卫和侍女 还给了塞丽娜一瓶女魂药 说喝下这个再醒来 就会失去一切记忆 塞丽娜既听话又害怕地照顾 而看她这副怂样 卢埃拉就想笑 嘲讽她杀对人而已 就怕成这样 还真是不中用啊 或许是多日来的担惊受怕 壮大了女人的小胆 她竟然学会了反驳 你来做不就好了吗 你那么厉害 干嘛还让我来做这事 这话听罢埃拉笑意更甚了 她的手心开始施法 并提醒女人 你好像忘了我是你的个人 要不是我不能弄乱 我早就杀了你自己出马了 随后她扔下一瓶剧毒 答应会帮女人转移监视的注意力 这次给她好好做 这是你最后的记忽 不要让我失望 彼时阿丽夏正推开公爵房间的门 眼前却黑又长耳的呆子 吓得她一激励 这是精灵吗 精灵却已经在自我介绍 可如此帅眼 让女孩忍不住地想多看几眼 而跟精灵合作 还是之前女孩根据小说发展 向公爵提出的建议 不过这精灵似乎不太喜欢人类啊 她一来 她就告辞离开 之后阿丽夏才得知 公爵叫她来 是对她做的庆典企划书很满意 打算将这件事全权交给她来负责 女孩受宠若惊 她担心她做不好 殊不知她和哈皮 现在同生同死的绑定 将来是要成为泰尔西文王妃的 这件事 正好是对她能力的测试 公爵的信任 让女孩提起了斗志 我会举办出一个 让大家都高兴的庆典 只是说完这些 走前她犹豫了很久 其实我看到了不好的未来